李小璐和贾乃亮 这对恩爱情侣自从夜宿门后就先上童话 房间对他们婚姻状况猜测重重 但是他们两个从未对此事公开回应过 26日李小璐一次上错了账号 发本录对贾乃亮引起网友热议 这时有网友顺藤摸瓜找到了李小璐的小号 他所发的内容更是让大家惊恶不已 早前曾有知情人士发文 赞美过李小璐是个伟大坚强的母亲 26日有网友转发这篇文章说并不属实 控诉李小璐没资格卖此母人设 因为公后两人生活都是靠贾买亮负担 李小璐中午突然用自己的大号公开下场回对该博主 你拿着眼睛看到他吃喝拉撒靠贾买亮的钱 贾买亮给过他什么 指责该网友所说并不属实 李小璐的回复迅速引起了网友热议 这些有网友顺着博文内容找到了李小璐小号 他小号所发的内容更是让人意想不到 去年他把网指责贾买亮说 从小到大贾买亮根本没有 陪伴钱先生过完整的舞蹈课 没有规划过女儿的未来 他还说贾买亮在夜宿门后买通宝诬陷他 并不考虑这些舆论对甜心造成的负面影响 自立行间充斥着在贾买亮的不满 18年2月21日在贾买亮发出对不起的长文后 李小璐发文说那篇文章是由工作人员在地写的 而且工作人员在选后得了焦虑症 按时那篇文章许多内容并不属实 还侧面透露了他因为那篇文章得规于整个事实 李小璐小号向我们揭露了贾买亮的另一面 也不难怪他今天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 不过他们熟是熟非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看着幸运恩爱的夫妻现在这副局面 不由感慌世事无常 其实这些是闹大了对甜心的身心伤害最大 希望两人私下里早点解决这些私人温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